3月20日在福莫斯科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报和俄新社网站发表题为 出力前行开启中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 署名文章 文章全文如下 出力前行开启中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应普京总统邀请 我即将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 十年前我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 俄罗斯是我访问的首个国家 十年来我八次到访俄罗斯每次都成幸而来 满载而归同普京总统一道开启了中俄关系新篇章 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两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都将中俄关系置于本国外交优先方向 中俄关系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和强大的内生动力 十年来双方各领域合作得到长足发展 阔步迈入新时代 高层交往发挥重要战略引领作用 中俄两国建立了完备的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机制 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体制机制保障 这些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密切工作联系 在双边和国际场合先后40次会晤 为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 破坏蓝图 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及时沟通对表 为双边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牢牢定向把握 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 打造大国关系新范式 中俄双方秉持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理念 坚持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坚定支持彼此走 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支持彼此发展振兴 两国关系在发展中愈加成熟 坚韧 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树立起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 双方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合作格局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突破 1900亿美元 比十年前增长了116% 中国连续13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两国双向投资规模 持续增长能源航空航天 互联互通 等领域大项目合作稳步推进 科技创新 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合作势头强劲 地方合作方形为爱 为两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也为双方各自发展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双方践行世代友好理念传统友谊 历久弥坚 双方隆重纪念中俄牧林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 我同普京总统宣布条约延期并赋予其心的 时代内涵 双方先后举办八个国家级主题年 续写友好合作 新篇章 两国人民在抗击新冠疫情斗争中彼此支持 相互鼓劲又一次见证患难见真情 双方在国际舞台密切协作履行大国责任担当 中俄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国际 多边机制内密切沟通和协作 共同致力于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积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俄关系已经走过七十余年风风雨雨 附近追悉 我们深深感受到 今天的中俄关系来之不易 中俄友谊历久弥新 必须倍加珍惜 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 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换考验 关键在于找到了国与国正确相处之道 我即将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友谊之旅 合作之旅和平之旅 我期待同普京总统一道 共同破话未来一个时期 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发展新愿景 新蓝图 新举措 双方要加强统筹规划 聚焦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事业 开拓新思路 创造新机遇 增添新动力 要增进互信 激发潜能 始终保持中俄关系 高水平运行 要推动投资经贸合作量制其升 加强政策协调 为两国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 创造有利条件 扩大双边贸易规模 打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 增长点 形成传统贸易和新兴合作互为补充 同步发展格局 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 为双边和区域合作提供更多制度性安排 要密切人文交流 办好中俄体育交流年 用好地方合作机制 推动两国友好省州 有城积极开展对口交往 鼓励双方人员往来 积极恢复两国旅游合作 开展好夏令营 联合办学等活动 不断增进两国民众 特别是青少年相互了解和友谊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不可逆转 同时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错综交织 霸权霸道 霸凌行径危害深重 世界经济复苏 盗足且长 国际社会忧心忡忡 期盼驱散危机的合作良方 2013年3月 我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 提出各国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此后 我又相继提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和实践路径 为应对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提供了中国方案 十年来 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日益深入人心 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追求 国际社会清楚地认识到 世界上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 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治理模式 不存在有某个国家说了算的国际秩序 一个团结而非分裂和平而非动荡的世界 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 去年以来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 中方始终着眼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积极劝和促谈 我相继提出多项主张 包括应该遵守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 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 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 成为中方处理乌克兰危机的根本遵循 前不久 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文件 吸纳了各方合理关切 体现了国际社会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 为缓解危机外溢 推动政治解决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 我们相信只要各方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坚持平等 理性 务实对话协商 就一定能找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合理途径 找到实现世界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的光明大道 要办好世界上的事 首先要办好自己的事 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概括起来说 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这些中国特色凝结着我们长期以来的实践探索 体现着我们对国际经验的深刻总结 未来 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相信这将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一年春作首 万事行为先 我们有理由期待 作为发展振兴道路上的同道人 中俄两国必将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俄一国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